欢迎收看林工凤凰财经日报 丫太区股市今天全线回升 日文股市在昨天的假期之后恢复交易 日经指数单日大涨超过1200点 收复了上一周黑色星期一之后的全部失地 重新站上36000年的水平 市场传闻日本国会财务金融委员会 计划在稍后的时间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央行在上个月加息和减少买债规模的决定 引发市场憧憬 日本央行在年内可能会停止加息 来防止再度触发金融市场的大规模动荡 日元对美元会价应声走敌 一度逼近了148的水平 内地A股和港股今天都小幅收高 但是成交继续处于萎缩状态 另外人行最新发布的7月份金融数据显示 狭义货币供应M1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到6.9% 创了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新增人民币贷款比上个月即将近九成 只有2600亿元 这一系列的金融数据应该如何解读 稍后会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 国泰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 带来详尽的解读和分析 内地股市在今天尾段集体发力 主管板指在强势拉升 创业板指数全天表现领先 收盘涨幅接近1% 不过两市的成交进一步缩量 到了2019年年底以来的低位 港股连续第五个交易日路得上涨 但是受制于20天线 大盘成交维持在700亿元的地量 我们来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 沪生两市早段在平盘线附近震荡 午后逐步收窄跌幅 临近收盘 沪生主板股指强势翻红 创业板指数则全天表现领先 从盘面上看 油气与民用爆炸物板块表现较好 白酒与中药板块跌幅居前 沪指收报2867点 升幅0.34% 深程指收报8409点 升幅0.43% 创业板指数升0.93% 科创50指数升0.48% 两市成交进一步缩量值4773亿元人民币 连续两天不足5000亿元 创2019年底以来新低 香港股市连涨第五天 但成交维持弹劲 恒生指数高开48点后表现反复 早盘涨141点后曾经转跌 随后走势回稳 中场微升作收 但人数至于20天线 恒指收盘报17174点 上升62点 涨幅0.36% 主板成交708亿港元 蓝筹股互有涨跌 中四头股份大多上扬 石油股走稳 不过生物科技股和部分内需股表现较弱 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上扬 日本股市假期后大涨3.45% 韩国与台湾股市升约0.1% 凤浩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上个月的金融数据大多低于市场预期 狭义货币供应M1连续4个月下降 降幅刷新了记录 而新增人民币贷款 按月减少了近9成 创了15年新低 央行主管的媒体表示 7月份金融总量增长基本稳定 积水分效果持续显现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公布 今年前7个月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3.53万亿元人民币 据此计算 7月份新增约2600亿元 低于路透社预测的增幅4500亿元 穿2009年10月以来新低 至于广义货币供应M2年增率6.3% 高于预期的6.1% 较6月份略为反弹 狭义货币供应M1连跌4个月 跌幅扩大到6.6% 是有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约为7700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2300多亿元 但低于调查中值1.1万亿元 截至7月末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2% 央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引述专家解读表示 对于今年以来M2增速放缓 是资管产品募集增速较快较大程度 分流了银行表内存款 同时也受到去年高基数影响 从剔除基数影响的两年平均增速来看 M2平均增长8.5% 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 另外7月是传统的信贷小月 加之6月份仍有部分金融机构有充量现象 使信贷增量较小 同时金融数据集水分也会对总量指标产生影响 在业内人士看来 集水分促进金融总量数据更真更实 效果持续显现 认为近期央行一系列改革举措 有利于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 未来利率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滞效将进一步提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的逆回购操作大幅放量 待日镜投放的规模创了近一个月的新高 至于债市的情绪有所恢复 收益率整体明显下进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公告表示 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当天在公开市场以固定利率数量方式 开展了3857亿元人民币的7天7逆回购操作 规模创进一个月新高 利率持平 据此计算 央行单日镜投放3850.8亿元流动性 银行间资金市场供给得到改善 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小降 维持在1.9厘上方 并与7天7继续倒挂 至于债券市场方面 情绪有所修复 长债涨幅居前 30年期国债期货价格收高0.62% 整体收益率明显下行 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尾盘双双扩大跌幅 其中30年期特别国债收益率 下跌5个基点 交易员表示 目前市场属于情绪加政策式 后续债势走向 似乎监管态度和大行操作 凤浩卫视综合报道 相关的话题 我们请到今天的嘉宾周浩先生 周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出炉的7月份的 这个金融数据 反映出信贷的情况 进一步的低迷 比如说新增的人 人民币贷款的金额 比上个月要大幅减少了近九成 只有大概2600亿 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新低 而反映企业投资议员的M1数据 更是连续四个月录得了降幅 所以您怎么来解读 这一系列数据 背后做反映的情况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其实还是要看M1 M1其实反映了整个一个 社会的一个现金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企业愿意 持有现金 持有流通信 整个的一个经济 会相对的回忆一些 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M1的增速 还是反映出我们内需这一端 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压力 这一点上而言的话 我觉得未来需要政策端 给予一个持续的关注和呵护 那么另外一端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M2的话 包括整个的一个新增的贷款 其实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 有挤水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提前还贷 还是对整个的M2有一定程度 尤其是对贷款有一定程度的 一个压缩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压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综合这一组的 整个的一个社容 和信贷数据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整个的未来 经济的一个状态 还是体现出了 未来一段时间 内需还是我们着力去 需要去抓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数据结构上 出现了比较多的一些变化 尤其是我们现在 可能对于数量性的调控 开始慢慢慢慢的 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淡化 未来整个的一个调控 可能会更多的转向 以价格尤其是利率曲线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它反映出了 房地产市场下滑过程中的 一个新的信贷的一个现状 与此同时也反映出了 我们整个的一个经济和 货币政策正在向另外的 一个新的阶段 做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转型 相信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目前转型的过程当中 的一个阵痛 这个状态应该会在未来的 一段时间之内会持续 但最终的话 我相信整个一个信贷和经济 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新的 一个状态和新的常态 人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大个镜头放 逆回购操作 积升到接近4000亿元人民币 这是近一个月的新高 有助于市场拆解利率的回落 也有助于昨天大跌的 国债市场的情绪修复 收益率整体是明显下行的 尾端更是因为金融数据差 过市场预期而跌幅扩大 不过人行早前在二季度的 货币政策报告当中 警示会加码监控的措施 来防范债市的风险 那债市的调整在短期之内 是不是还没有完成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最终明白的 一个最根本的道理就是说 关于债市的调整 其实整个央行调控的目标 是希望我们整个的利率曲线 将得比较正常 因为如果利率曲线倒挂的话 其实会对金融机构产生 更大的一些中长期的压力 比如说我们看到 美国的硅谷银行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当我过度的去投机 长端的利率 一旦出现这个利率的扰动的话 可能会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这角度上来说的话 今天的镜头放呢 是对昨天的整个利率的 利率的大幅上行的一个呵护 也表明了就是说 流动性的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 整个债券市场的一个交易和投机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 与此同时的话 我觉得央行的整个的一个调控的目标 就像我刚刚提出的 其实呢 是一个从数量型向价格型 慢慢慢慢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第一个可能受到冲击的 是整个债券利率曲线 但是呢 我们希望保持利率曲线的常态化 也就尽量不要倒挂 来保证整个的一个金融机构 对于商业贷款的定价 包括整个金融机构的这样的一些 正常的投资行为能够保持常态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短期有呵护 中长期呢 有修复 但是呢 我觉得另外一点上而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调控的节奏 其实转向了 更加这个以价格为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利率体系 在股市方面啊 市场官网美联储明天会发布的通胀数据 不过日元持续回落 让资金再度涌入到日本的股市 日经指数今天重返了上周暴跌前的水平 而香港股市内是连涨了第五天 但成交却不成正比 连续两天维持在只有700亿港元的水平 内地A股也同样处于不足5000亿元 这个量缩价涨的势头 对于这个后市走向有什么样的歧视 我们现在日本市场 就是说我觉得对于日本市场 其实总体的感觉就是说 日本经济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其实这两天的股票市场也反映了这一点 因为它处在一个这个民意增长率 还在上行的一个趋势当中 整个外资的流入也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说日本股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巨幅的调整 到今天基本收复了这样的一个实地 也说明大家对于日本经济的基本面 并没有那么的担忧 其实从这两天来看的话 之前的一些交易可能被强行的平仓 现在又慢慢的回来 那么从港股和A股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港股的表现更加稳健一些 其实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稳在了17000点 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那么另外一点上而言的话 就是虽然量是有萎缩 但是整个基础形态上保持的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整个底部还是比较明晰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港股的整个的趋势 应该比A股更加的理性一些 或者说更加乐观一些 那么A股目前这段时间 还是受到了整个的一个情绪面的 这样的一些压制 那么对于A股而言的话 可能有一些出于监管方面的原因 整个量现在还是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总体上而言 我们也可以看到 A股基本上还是维持了一个 窄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从A股的形态上而言的话 它还是需要未来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 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脉冲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 A股也处在一个叙事的过程当中 那么总结而言的话 还是可以看到日本的股票市场 其实目前而言 整个的压力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释放 A股和港股呢 相对而言 港股这个筑底回升的态势比较明显 那么A股处于一个叙事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谢谢周浩先生的解读 国际指数编制公司MSCI名胜 公布最新的季度检讨结果 中资股份在新兴市场指数的权中略有下调 本次调整会在8月30号收盘之后生效 调整之后 MSCI中国指数新增包括华能水电 和盛宏科技在内的两只A股 剔除了包括55只A股和5只港股 在内的60只股票 总数量从655只 缩减到597只 其中A股432只 权重是15.2% 港股148只 权重为75.3% 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当中 中国内地的权重会有25% 降到20.2% 印度的权重从19.2% 微升到19.8% 台股的权重是由19.33% 下调到19.01% MSCI台湾指数成分股方面并没有新增 但是踢除了台肃化一支 权重调升最多的是台积电 调整之后的权重占到51.22% 下节回来关注中美两国财经官员 本周将会在上海会面 将会重点讨论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等议题 稍后解 市场观望美国通胀数据 以判断美联储的降息步伐 欧洲股市目前走势缺乏方向 英国和法国股市偏软 边缘国家市场则是靠稳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收盘的数据 投资者观望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7月份的通胀数据 来评估美联储9月降息的概率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走出了分化的行情 道指中场下跌过百点 科技股则表现相好 英伟达收涨超过4% 中美两国的财经官员本周将在上海会面 这是自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以来 中美两国官员首次当面举行会议 彭博慎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指出 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将会在8月15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 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金融稳定 资本市场问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系等议题 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财政部 美联储和证交会的官员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助理部长内曼表示 这次金融工作组会议美方打算讨论金融稳定 跨境数据贷款以及支付相关的问题 外媒引述消息指日本国会计划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央行上个月加息以及缩减买债的决定 日元会价连日走软 至于其他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人民币及其价收创了近一周的新高 日本央行商业底宣布收紧货币政策 触发日元套现交易拆枪潮 并拖累金融市场出现震荡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日本国会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 计划在本月23号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央行的加息决定 便计划邀请行长这天河南出席 会议日程将于稍后确定 日元会价周二走软 美元对日元一度上市148阻力水平 至于美元会价 在美国公布通胀数据前走势平静 每回指数持平在103水平上方 对欧元和对英镑小幅下跌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1个基点 到7.1479 是近9个月新低 较市场预测的7.176 偏强281个基点 偏强幅度稍有收窄 据路透社测算 CFETS人民币互率指数 较周一微升0.09%到98.56 创进一周新高 集气会价早盘在7.18水平窄幅争持 尾盘拉升 中场收升114个基点 报7.1694 创进一周新高 离安会价日内波幅有限 其他亚洲货币方面 台币连续第二天由升转贬 收盘小贬约一分 印度卢比在低位徘徊 路透消息指印度央行周二可能通过国有银行抛售美元 以支持卢比汇价 至于印尼顿和马来西亚林基特则小幅上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中央网信办官员表示 将积极推动升城市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 加速自主大模型的研发应用 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 近年升城市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坚持目前中国完成备案并且上线 能够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升城市人工智能服务大规模大模型 达到190多个 注册用户超过了6亿 下一步要强化自主可控 激发创新火力 着力促进自主可控算力芯片 算法框架研发建设 打造高质量中文语料库 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能力建设 加速自主大模型研发和应用 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并且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促进升城市人工智能技术 在工业 农业 以及教育 医疗 卫生等领域的落地应用 由凤凰卫视 凤凰网联合 恒勤粤奥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办的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4 将会在9月2号到4号在恒勤举行 以新机遇 新活力为主题 展望全球经济复苏 将是这届论坛的重点关注之一 主办方表示 当今全球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 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兴起 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趋势 又提供了新的发展动能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中国将如何通过改革开放 科技创新等手段 化解风险提振信心 为彰显中国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备受瞩目 恰逢澳门回归25周年 恒勤粤奥深度合作区成立三周年两大节点 论坛将首次落地恒勤 促进湾区协同发展 加强与世界的连接 主办方介绍 论坛一连三天围绕全球经济变局 中国资本市场破局 恒勤粤澳发展 湾区科创新浪潮等十多个热点议题 邀请政府官员 国际组织负责人 企业代表 财经领域专家学者出席 线上线下深入探讨求证 直面代解疑问 论坛开幕前还将举行2024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 为在港股及A股表现突出的上市公司做出表彰 以及分析中国企业的出海趋势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自2022年开始 已连续两年在香港 深圳 双地成功举办 旨在为全球经济及湾区发展引入新视角 分享经验启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彭博社报道 受到中国出口大幅攀升的影响 国际铜和镍的价格在上个月出现了明显回落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公布的7月份监测数据显示 全球库存增量当中来自中国的铜占到72% 如果按存量计算 截至月末时 中国所产的铜占总量的53% 高于前一个月的45% 显示中国在全球铜市场的影响力正在增强 而交易所的每日数据则显示 中国大陆临近市场的库存也出现了大幅增加 尤其是韩国和台湾 同时在镍市场 产自中国的镍占到增量的87% 占存量的比重也从28%上升到了35% 受到影响 伦敦铜价在6月和7月均下跌4%左右 镍价则在上月一度跌至15600美元 创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5月份由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企业合资成立的公司 中维鼎星获得LME的认证注册 成为东南亚第一个LME镍交割品牌 而本次LME发布的数据中显示 第一批产自印尼的镍已经在7月份 正式交付给LME追踪的仓库网络 占总量的1.5%左右 标志着印尼也正在向着采矿及冶金业的 主要供应国角色发展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新加坡第二季GDP增幅高于市场预期 当局同时上调了今年全年增长的预测区间 新加坡贸工部在周二公布 第二季GDP终止按年增长2.9% 高过市场预期 经季节调整后按季增长0.4% 两者都和初值持平 当局又把全年的GDP增长预测区间 略微上调为2%到3%以内 并且预计下半年外需前景将保持韧性 本地制造业有望逐步复苏 但报公布指出 地缘政治与贸易冲突可能会加剧 全球金融条件收紧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 将给经济带来下行危险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